大家好,我是黄沫 没太大 迷妹 帅 好了,好了 我已经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 广志上来也是帅 志胜上来也是帅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各位 今天真的是 非常紧张,非常压力大 非常卷的一场比赛 但我觉得今天要聊压力 我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上海 你知道这种大城市还是给人非常多的紧张感 我刚毕业的时候租房也没钱 租了个阁楼 阁楼屋顶是三角形的 我给我爸妈拍了个照片,我爸妈笑话我说 儿子你在上海给人看金字塔呢 确实很别扭 你知道就是 我那个床在整个屋的角里边 就是怎么形容,就每天起床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走到屋中间才敢伸来腰 我每天重复一遍 这猴是怎么变成人的全过程 而且 我上班之后也是被迫学会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工作的话 我永远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冰美式 不上班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我觉得没有人第一次喝冰美式会特别喜欢 太苦了 拿这个提身跟拿棍子直接论我有什么区别 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想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难喝了吧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我这杯冰美式变成了常温美式 我当时就是程序员嘛 我每天就坐在格子间里喝冰美式在那写代码 我觉得如果月王勾剑看到我都会说 手里的胆突然不苦了 还是你们对自己狠啊 我现在已经适应了 因为我可以搭配一瓶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含六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冰美式直接变冰拿铁 好喝到隔壁勾件都缠枯了 我感觉就是大家对自己特别狠 这个事是全方位的 经常我去公司前台拿外卖 我看到别人点的外卖 我发现我整栋楼的同事都在断碳水 我感觉这样下去 明年咱们就能解决全球的碳排放问题 甚至最极端有一次 我加班到半夜一点多 我想点个夜宵 我说放松一下 我竟然看到外卖上还有卖沙拉的 我说谁半夜一点还要吃沙拉呀 除非你是一个刚来中国 还没有倒过时差来的美国人 又睡不着又想家 插着那个小番茄跟鸡胸肉 嗯 妈妈的味道 我觉得在老家生活 我就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就生活就随意很多 我甚至有一种没有规则的感觉 同样是点外卖 有一次回老家 我晚上八点点了个外卖 迟到了十二个小时 按外卖软件的规则 他应该赔我四千五百块钱 第二天早晨外卖来的时候 我妈都混乱了 心情很矛盾 我儿子又吃外卖 但我儿子好像开始吃早饭了 但是早饭吃烧烤 是不是也不对呀 而且你知道在上海待久了 就是很讲究规则嘛 你们也知道 比如火车 高铁什么 发车前五分钟 就不能再检票了 有一次老家 我到那个检票口的时候 就只有三分钟了 本着一个上海人 对自己道德的严格要求 我在那遗憾 遗憾 然后观个人看着我说你干嘛 我说我就三分钟了 进不去了 那你怎么还不跑啊 你没有腿吗 我不能开这个炸鸡 你跳啊 我最后感触的是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去上海已经十五年了 但今年过年 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回老家 因为老家就小县城 然后今年才修了机场 机场修的也很小 我刚下飞机 我还在那找百度车呢 我已经看见开黑车的了 而且那个机场很小 就是每周只有三天有飞机 然后一天也只有两班 一班去北京 一班去上海 我回上海那天 我爸妈让我提前 四个半小时去机场 我说去那么早干嘛 他说上次那些 没赶上去机场等了四天 去呗 有什么办法 去得太早了 你们等过机场开门吗 你们见过机场锁门吗 你们见过一把U型锁 就能锁住的机场吗 我站在那都怀疑 如此简单的安保措施 里面有没有飞机啊 而且小机场 一切都非常的随意 我去了发现 连什么航班时刻表都没有 想看看我飞机有没有延误 我就只好去柜台 问那个工作人员 我说去上海 航班有没有准时 有没有延误什么 他看我延误 什么延误不延误的 人到齐了 咱就飞呗 你看一看 外地来的 你抄一下 你看这有电话 你抄一下就有电话 你抄一下电话 下次要是路上堵车 什么来不及 你打电话 我让航空公司等你 直到最后 坐上飞机 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 坐在那 我都不太确定 自己坐的到底是不是飞机 因为机舱门关上的 前一刻 空姐冲着外面 喊了一句 去上海的还有吗 不过在那个时刻 我真的听到了一个声音 说我要去上海 我仔细听了一下 是18岁的我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彭博 三 二 一 请锁票 最后突然间 来到偶像剧 也是 我觉得最后特别好 就是你瞬间 我刚才还爆笑拍灯 瞬间一下被击中 就是他在最后 他说听到18岁 自己想离开家 离开那个小地方去上海 去住那个格子间 就是为了梦想 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小的 那个时候 就想离开自己的家 然后想去到远方 就是那种心情 大家都能够 不能想到18岁 自己当时在哪里 在做什么 就特别特别戳人 就18岁不都是高考的 那个时候 你也是因为高考以后 去上海 是是 就是是高考出分之后 去的了 我这次来脱口秀大会 改变了我的一个认知 我以前认为 脱口秀搞笑 是王道 我现在依然这么认为 但我现在发现 除了搞笑以外 我看嗨了 是能流眼泪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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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看嗨了 是我在家里面 刷那个 就看那视频 看那个乔治卡林 他有一段 三分半的灌口 那个 那个后来真的 给我看哭了 梦古渝老师 一看就是 还是很资深的 脱口秀的爱好者 特别 旁渤这段 最后这结尾 确实还挺 因为换一个人讲 特别好 可能大家就个应了 不是我真不是开玩笑 你想想换一个谁讲 我就不能提名了 你看 庞博就是他那个 干净啊 清澈的眼神 他讲这个 大家就 叫做知胜奖也还行 他18岁 还是你好笑一些 我48岁 你忘了 那知胜奖 确实倒不各样 但就是不会哭 也是幽默 但是我觉得 这个庞博这个处理 就是因为他最后 想给自己这么一下 但是他又怕多了自己 自己也觉得别扭 而且他特别好 就一句 所以他最后就给 就给那么一点 对 完事 是吧 就是那意思 而且我觉得停在一个 大巴车的结尾上 也不太对劲 这个筋劲特别好 你那蒙姐 为什么一上来就 一上来 就是我就第一个拍的灯 我觉得舞台的台风啊 和你自己感觉都很重要 所以一出来 一出来的 你就真的最后一个 压轴的时候 眼前一亮 然后他 舞技了 他每一场 都在突破他自己 而且你发现 他是那种 不是在卷 也不是在躺 他是在 有一点点突破 他在改变 他每一场都在改变 对 所以他好像不是在比赛 他是很享受这个 脱口秀这个大会的舞台 在突破 谢谢 对 你看看 你听听Rock 但是我真的想说一点 就是 我确实享受了很多 大家一直说 我站在这个台上 我觉得 好处都让我一个人得了 是不对的 像 大家知道 国仔也一直在这个台上 Rock也一直在这个台上 诚哥是 一直在这个台上 以及在我们的幕后 片尾那些名单里 也有很多人 已经陪伴我们很久了 连这个 没有什么头发 一直挨网友骂的人 其实 不也一直站在这吗 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 大家一起做 才能做成 没有 透过球大会 你是没有办法 一直站在这里的 连大老师都是第一年就 对 我第一年来过 我来过两个季伴 是 可以可以 他们公司还是不错 代表挺好的 没有 但你们公司 真的这点真很了不起 就是你看到的几个年轻人 你能看到他的改变 我作为观众 我是看到的 就这点 我觉得你们挺了不起的 谢谢 没没没 唐博说的 就是说两句 我觉得一帮人 看着一帮陌生人 五年 从 可能谁也不认识 然后现在变得莫名其妙的 有的更厉害了 新人 就这个里面 故事太多了 成长的故事是 所有故事类型 给大家最爱看的故事 因为很有参与感 因为很拿这些人 当自己人 很希望这些人好 然后这些人呢 怎么可能一直好呢 以我为首吧 总有一些不好的时候 雷霆雨露 巨士军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各位 好 哎呀 彭博八票 那么也请那边 三位朋友 来到舞台中央 我们将产生本场 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正好 应该有可能要上去 最后公布的时候 就不整悬念了 我们将同时公布 四位的票数 让我们一起来看 大屏幕 我觉得我今天状态 特别想在演出 我也不太去看其他 我在台上走来走去 跟大家交流 还挺快乐 我觉得当时的一个想法 就是应该不会淘汰了 那就无所谓了 交给命运吧 庞博能几前三 我觉得应该是庞博 应该是庞博 其实庞博表演之后 可能那三位 也大概知道了 庞博应该是能晋级的了 好喜欢最后那句话 就是被击中了 庞博191票 庞博不光得到了 最后一个晋级名额 也将登上天花板 所以庞博 我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你作为在这里 你旁边还有两位五年的朋友 你再陪他们站一会儿 你就别往那边走了 好不好 陪一下这两位老朋友 即将离开这个舞台 其实我今年真的是完成目标了 刚才大老师说 大家都是冲着 爱脱口秀这个事来干 但我说句实话 我其实一开始 干脱口秀这个目的 并不纯 别活儿 我一开始讲脱口秀 只是想挣点零花钱 补贴补贴家用 真的 但没想到 讲到了这个舞台上 然后感谢投讯视频 感谢效果 还有第二个 我一定要感谢一个人 就是淡总 因为我其实去年 就一直被淘汰 然后是他复活我 然后今年一个人夸我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我就觉得 谢谢淡总 还有要感谢大刚卫老师 我上一轮那么尬 还给我一灯 让我很温暖 我那个琴枪脱口就是个啥 然后谢谢 然后我要感谢小红导演 诚哥 国仔 然后川哥他们在读稿会上 对我的帮助 然后感谢小路 喜树 忽兰 妖妖 小家 House Kid 罗哥 刘建套 小慧 贾浩 杭哥 子涵 真的很多朋友对我的支持 我人缘比段子好多了 实话 最后我要在这里 感谢一个很重要的男人 因为我的每一篇稿子 他都有参与 可以说没有他 我来不了这个舞台 感谢我的老师梁海远 他从训练 他从训练 开始就是我的老师 然后手把手教我 他真的是我的好老师 一个良心义友 我很感动拥有他 最后一句了 然后感谢我的家人 因为能嫁给一个我爱的人 然后能干上一份最喜欢的工作 你们不懂 已经很幸运了 你们不懂 怎么埋下别人 怎么埋下别人 已经很幸运了 真的 感谢脱口秀 给我带来了快乐 但是感谢我的家人 让我幸福 谢谢你们 您再见 谢谢老师 别着急走 别着急走 一起走 一起淘汰 一起走 我也在脱口秀 大会五年了 然后没念淘汰 我从来不会准备什么感言 但今年确实 有一些想说的话 我刚才不敢站在他旁边 就是会 就我也其实是个 很脆弱的人 然后很多年以前 当我还是个新人的时候 我参加了一场 线下的脱口秀比赛 当时就是那个 全国最好的演员 都在那个比赛里边 然后我记得 当时在后台 我是第一次认识 当时也是新人的磅礴 我现在还记得 当时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 我能跟这些 最好的演员在一起演出 我就特别高兴 然后在那场比赛里 后来就出了 三个脱口秀大王 就是庞博 周琪默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记得 当时那个感觉 我一直觉得 想做一个 更好的脱口秀演员 最好的方法 就是和 最好的脱口秀演员 在一起同台 就是能看到 感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 今天想分享一句 就是我觉得 也是我这两年学到的吧 就是不纠结极快乐 我希望大家可以 更简单的享受 我们带给你们的 五分钟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Rock 今年其实我也很有感触了 这个因为 我的老朋友回来了嘛 然后 对对 你跟前妻都不叫吧 前妻有点身份了 没有没有 就是 我觉得今年是很难的一年了 因为大家经历了很多 但我觉得今年脱口大会 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我还是很喜欢 虽然观众一直在说 我们节目变了 是吗 就是说我不戴眼镜之后 变成了一个奸臣 是吗 是吗 大家还是能够看 纯粹的脱口秀本身吧 因为我觉得 脱口大会 不是一个综艺节目 它更像是一个情景戏剧 可能大家会看到很多 这里面的人在其中成长 然后离开 或者是新的人加入 我觉得是陪伴大家的一个记忆吧 也是陪伴我们所有人的记忆 然后我淘汰之后 我觉得也挺好的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然后回去给大家改改稿也挺好的 然后跟我的国仔小红 在一起读稿会给大家继续 会看到我们改出来了一些好的段子吧 我觉得虽然没有在台上 但是台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的踪影 然后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脱口大会会一直办下去的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喜欢脱口大会吧 谢谢 谢谢 那我们就一起跟三位再见 诚哥 Rock 不急于明天再见 明天见朋友们 谢谢大老师 谢谢陆毅老师 谢谢大总 没事 没事 明年继续 我的老师 我的雷哥 明年继续 明年加油 我觉得我今年收获特别大 好像有点感觉到这个舞台上 我需要去表达一些什么了 我觉得脱口大会就是一个 大家不断地突破自己 让自己有新的变化 新的段子 带给大家不断地惊喜的一个过程 所以也不用太伤感 最老新人 当开始录的时候 感觉自己确实是一种新人的状态 所有舞技走下来的人 大家多多少少有一些成长 有些改变 其实我有点掉队的感觉 这个感觉让我挺难受的 对 但现在我看这个 我感觉自己还是做得挺好的 作为一个新人 我觉得走到这还不错 反正现在我就是还挺庆幸 还和大家在一起 觉得后边希望自己可以追上来 继续加油 现在心挺挺好放松 终于比完了 而且我今天比得非常满意 开场也开得很好 脱口秀大会完美受关 谢谢你们 嫂子年年就再来了 我当时写的是你们是冠军 所以这是我一直的一个态度吧 因为我觉得脱口秀的一个魅力 就是大家互相在一起 一起成全彼此 我老成哥 他应该很坦然了 你像什么沮丧 痛苦 很少在我成哥的脸上见到 特别理解成哥这样 想好好踏得实实地干活活 眼到这已经可以了 成哥我觉得代表了 就这个节目里 他的这种核心的这个精神 就是大家彼此地去扶持 去帮助 我觉得在成哥身上是完美的体现 因为都是时间的那么的紧张 但是成哥也花很多时间去帮助大家 这就是最可贵 我觉得这就是脱口秀的精神 我觉得成哥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脱口秀大会不是比赛 脱口秀大会不是比赛 脱口秀大会是一场清零喜剧 是一场真实的全身的故事 我们这个台上没有对手 只有朋友 大家就是陪伴这些人成长就好了 有些人离开 有些人离开又回来 这都很正常 我还是希望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是成全所有人的舞台 所以你们是冠军 我们也是冠军 那么我们请何广志回到舞台上 好的 你们要上去跟天上的朋友相会了 恭喜何广志192票 磅礴191票 升上天花板 这是我参加这个比赛以来 第一次拿到全场第一 就是一个舒坦 就是一个过瘾 既在前面上场奖了 然后也获得了全场第一 这两个事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 然后今天都做到了 就觉得自己整个的脱口大会的赛程 整个的旅程就更圆满了一些 开心 我自己之前也说我想坐那电梯啥的 更大部分其实是演出的开心 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东西演好 我要有一些话要跟大家说 就是那个瞬间 其实我已经有一点眼眶有一点湿润 就那一句话 我看到18岁的自己 他一句话是有很多的电影画面 和很多的故事在其中 这个你无论是写作或者拍电影 它都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手段 然后用在脱口秀当中 在我看来的话 庞穆娥的整个表演是最好的 其实他这个是 不单单你今天看了一场脱口秀 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些 自己的一些想法 会延伸出一个 更多的内容和故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的过程 还是费了很多的心思的 但是也是他自己一贯的 每次都会突亏的 突亏的 没吓了 没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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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